委託我們的話就是我們比如說要上廣告嘛 給我們的客戶引導的話就是會換一些比較漂亮的床單 一些小事七八坪大套房電視系統櫃該有的設備都不缺 財工明亮整體也乾淨還算好出租 但交給包租貸管稍微佈置點綴 消心機讓出租率更高一些 要讓房東敞開新房鼓勵找包租貸管 北市開心力推減稅優惠 甚至有些房東考慮到貝克稅不願意找包租貸管 但要擴大租屋房源誘因很關鍵 以台北租金2萬套房試算 如果找貸管業者少去仲介貸管費 收散也不用自己來 加上地震局減徵房屋和地價稅40% 加家房東至少省款6萬元 加上業者幫忙佈置裝潢 招收前後不只外觀有差 像有的套房原本租金1萬6能提高到2萬5 換新的房客之後所增加的房租收入 減掉我需要付的稅 其實還有多差不多40到50 王先生手上三間房出租 原本兩間自己管 但省區管理責任 租價也提高 現在報稅還能減免 另外就是他們也不知道說 原來我的設備故障 或者是水電維修 冷氣不冷 他們其實是可以不用付費的 減徵稅收只算小又一應 業者看好未來11月上旬 減稅勝路勢必提升 租物品質 TVB新聞 請支持專門報道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